如果成绩原本就很好 就没有那个必要 再去花另外的钱再补习 不补习的话 就是要自己的自律 自律性要够 要能够读书自己读书 可能就是同学有先修的话 会比较跟不上 你也担心自己不够自律 没有补习会跟不上吗 到底要不要补习 以及如何补 才不会越补越大洞呢 本周的-18大胆说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补习这件事吧 虽然台湾少子化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但是坊间开的补习班 却是越开越多的 目前全台湾总共有 17447家的补习班 其中有12,061家是文理类 3,231家是补外语 其他的2155家是记忆 或者是运动类 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 教改这么多次 台湾人依旧是很爱补习的 像是国小阶段 高达六成七的学生 他们去补习哦 补的是什么 国音术 那么四成二的学生 他们补的是音乐 美聊 舞蹈 这样的术科 那么到了国高中 他们补更多了 补的项目是什么 高达85.7%是学习类 那么艺文跟运动 加起来不到15% 那么至于升高中之后 补学科类占了115.2亿 也就是说国高中生的校外补习依旧是以学科类为主 他们维持在85% 但是这种学科类的补习真的有效果吗 真的很有趣 因为呢就有研究机构啊 针对了国三学生做了大调查 你知道吗 以补数学为例哦 有补习的比没补习的只差了三分耶 三分耶 真的很惊人对不对 会补出效果的只有两种人 数学能力最好的跟最差的 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表现平平 去补习只是浪费你的时间而已 那么还有补习的时间也有玄机 刚上国中就补习的 其实对于成绩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但是如果高二高三 再开始补习的话会很明显 比没有补习过的学生平均高出了九分 好你想一想哦 为了这一点点分数九分去补习值得吗 那么有36%的学生说自己哦 真的是累垮了 还有27%的学生觉得 课业压力真的很大 感到情绪非常的疲累 另外呢还有13%的学生指出 因为他的课业压力真的太大了 他出现了头痛胃痛胀的现象 还有6.5%的学生 因为课业压力想过要自我残害 或者是一死了之 即便如此了 补习真的有用吗 学生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这个礼拜我们请来了少年新闻周期的 校园特派记者樊思雨 实际做街坊调查 好的谢谢赵文姐 我们现在在台北的南洋街 这里是台北历史最悠久 也最有名的补习街 现在虽然是暑假期间 但仍然有许多学生 在这边补习准备考试 我们现在就来问问同学对于补习的看法 同学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那请问你从几年级开始补习 那请问你觉得补习有效吗 有 那你大概都补什么科目 数学跟理化 那如果不补习的话 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可能就是同学有先修的话 会比较跟不上 那补习是你自己自愿还是你父母的 我自愿的 有什么原因吗 我想赢同学 那补习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就是晚上可能睡觉时间比较少 但好处就是 那你觉得补习跟你学校上课有什么差别 补习班老师有时候会教的比较深 老师可能大概上的就是课本内容而已 感觉不一样 因为这边是大班制的 竞争会很激烈 不像学校 因为像国中端就是5分到36分的人都在一起 这样子 在这边的话就是个个都是高手 我觉得补习不是必须的 对某些人来说 如果成绩原本就很好 就没有那个必要再去花另外的钱再补习 不补习的话就是要自己的自律 自律性要够 要能够督促自己读书 那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其实补不补习都没有差 可能上一整天会有点累 对 可能会补习班睡觉 这样效率也不会很高 但如果你是自己去自习的话 你可以早一点时间睡眠之类的 不会那么累 其实补习好处就是把 学校上过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一个重点整理 然后加强在你的脑袋里面 然后让你在考试的时候会更有印象 那坏处就是 可能就是时间问题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补到很晚 然后回到家可能就是10点或11点 然后再加上你11小的时间 可能到12点才会睡 我认为坏处是这样的 就是少了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 就是你很多时间都是花在 跟老师 其实听老师讲 但你少了自己想的时间 对 然后你又要时间做 补习班的作业之类的话 你让自己能利用的时间会更少 虽然同学们觉得补习有好有坏 但是补习文化在台湾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父母很担心 孩子输在起跑点 这些父母到底一年砸多少钱呢 根据统计 每个孩子平均每年花五万块新台币补习 学才艺 那么在七八年级的时候呢 多半只补的是数学或者是理化 到了九年级补全科的话 一个学期要六万块钱 等于一年十二万 那么最近坊间更是出现了一年二十万账的 超级全科全科超级补习班 不过台湾还不是补最多的 在全球参与调查的三十六个国家以及地区里头 台湾是排名第七 排名第二的是韩国 大约是有百分之八十四的孩子 从小学的阶段就开始补习了 韩国教育部更是在今年六月下令了 不准考杀手级的考题 希望可以导正学生去补习 感进度这样的歪风 究竟该不该送孩子们去补习呢 来听听家长的亮男之处 对于小孩子补习这件事情 我觉得强迫是没有用的 是应该要补他自己所需求的 他想要的去补才会有用 你只是一直强迫他 他死忌很快他就忘记了 就是尊重小孩 就是他们想补就让他们去补 小孩如果不补的话 你硬要让他去补的话 他也是没有成绩学出来 他也念得很痛苦 每个爸妈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凤 在我的观看里面的话 我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他可能面临要高中考试 才需要我可能会送 那在那之前的话 我会希望他们是快乐成长的 如果真的要补的话 就是小六毕业之后 国一是一个跳级的时候 就是直接升到国一 就是他的另外一个阶段 那你先修好 你上去就不会很那么辛苦 因为可能现在是家长生得少 对 然后想要给下一代更多的 但是没有考虑到 是不是他所需要的 他要他去补的 是不是他所欠缺的 对 就算补习再贵 小孩子愿意去补多少钱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再便宜 小孩子不愿意去补 也没办法啊 我觉得主要是要看小朋友 个人的学习能力 但他们如果说都跟上进度 都跟得很好 在班上在前十名以内 我觉得是不用送 那如果说进入到大学考试了 他如果说掉到十名以外了 那我就建议小朋友 我就会把他选择 把他送过去补习 那你如果是补习班 尽量少一点的话 老师才可以应对的来啊 你看你一个班那么多人 其实也只是让他下课 去那边写作业而已 那你觉得这算补习班吗 我比较向晚的是一对一 但是一对一是非常贵的 他如果说真的精神上面 白天的课业 都已经很难去维持了 那适当的要调整 不是说把小朋友送到补习班 你就可以万无一失 就考上最好的学校了 我觉得父母这一块 还是要看小朋友的状况去做调整 好 那我们刚刚访问了这里的家长 那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家长都很尊重小孩 就是如果小孩想上补习班的话 就会让他们去上补习班 但如果小孩不想去上补习班的话 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我们今天的街坊就到这边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在棚内的赵文姐 谢谢邵州特派员凡思雨 为我们做的街坊大调查 那么这些受访的同学 多半是自愿来补习的 他们认为呢 补习班的老师教得比较深 而且整理得比较好 可以让他们比较容易抓重点 但缺点是什么 周车劳顿 通车时间一长很容易 就感到身体很疲倦 在补习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打瞌睡 那么家长对于补习这件事 都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意愿 而这些家长他们都说 花多少钱补习不是重点 重点在孩子愿不愿意去 如果成绩差那么就去补 而且他们还比较倾向 小六升国一这个阶段 可以试试看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补习班呢 受访的家长认为 这个补习班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学习成效会不佳 所以如果预算够的话 他们会倾向找小班制 或者是一对一 所以这么看起来 补习不补习真的是有好有坏 那么家长的心态如果没有改 就叫改永远是换汤不换药的 那目前国内学生的补习状况 究竟如何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高中资讯网 创办人许泽 来分享他的第一手观察 哈喽 许泽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中生资讯网创办人许泽 这边想要请教许泽了 究竟在108课纲之后啊 国内的补习状况到底啦 有没有改善呢 我的观察是 不会因为108课纲 导致补习班的 呃 补习班的人数 或者是参加补习的人就变少 那原因是这样 从考题层面来分析的话 呃 108课纲的考题并不是变简单 也不是变得变得很容易考高分 而是他把这些考题纳入生活化 让学生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为了死背 不需要为了分数而去死背一些题目 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读书了 而是代表你读书需要活用 你需要应用在生活当中 但关键的是啊 如果课纲或者是呃 学校准备的考题老师的教法没有改变 然后补习班的变化速度 比学校还要快的话 那这样是反效果哦 因为补习班通常收的钱 一定是比学校还要多嘛 所以补习如果教的不好 那补习班就会被淘汰 因此为了并且被淘汰 其实补习班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甚至比学校都还要快 针对课纲的准备 也比学校还要充足 因此虽然我并不是补习班的从业人员 但说认真的 就是我们自己身边接触的同学 或者是我也是108课纲第一届的学生 我们发现说无论是英文啊 物理化学这种 老师教的绝对都是从108课纲出发 如果老师还是教这种很死板的题目的话 那怎么会有学生寓意来呢 所以比较 比较惨的是学校 老师可能都还来不及变革 补习班老师都已经全配套 已经连课纲教材都已经全面更新了 所以学生可能还会觉得说 老师教的好像是一样 但是补习班对于108课纲的备审准备 不只更精通之外 连课纲啊 教材这些变更都很快 然后考题啊 一些模拟的范本 都准备的很齐全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说108课纲对于补习班 有没有削弱的趋势 我觉得反而是没有的 谢谢许泽分享 感谢你的意见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呢 补习的好坏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最重要是如果可以培养自己的自律性 就算没有补习 也可以透过其他资源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你的想法有跟今天的同学一样吗 还是你有别的意见呢 不要忘记跟我们留言分享 跟我们一起大胆说 哇